大腿韧带撕裂案例 2018年8月底 文歌在网球比赛中 不慎拉伤大腿 当场倒地 送急诊经医院 埃克斯光检测 证实为右大腿韧带撕裂 需动手术接回韧带 文歌腿痛难耐 坐姿稍有移动 便痛入心卡 且右腿乏力 虚筑拐杖 西医开止痛药 及两个月的暂时伤残病假单 腿痛日夜折腾 日常生活需家人协助 排期半年后才可动手术 绝望无助 经朋友介绍 9月20日到多伦多推广点 经志工按推臀部原始点后 马上能走动 可见其疼痛属他处体伤所致 与韧带撕裂无关 从受伤三周后 没法正常走路 原始点处理约十分钟后 不用拐杖 却可正常行走 而且痛感减轻 百分之五十 令他信心大增 疼痛减轻 文歌更乐意配合志工 为他锁定下的方案 彻底改变生活作息 一 每天上官网 看讲座学习理论 二 全日饮用姜汤 每隔二十至三十分钟喝 三 济寒凉食物 烟酒全停 四 三餐定食 菜要温热 五 日间臀部做暖电 晚上睡电毯 全日温敷约十六个小时 六 每天做平甩工运动 七 太太每天协助按推臀部两回 两周后 即可爬楼梯跨两级 第三周 已可跨三级 每天三回 每回十五分钟 第四周 右腿完全恢复正常 已可正常上班 前后约一个月 行动及体力已完全恢复正常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十分钟后 后续追踪 第五周 文革合格通过原始典理论考试 现在 每天仍坚持爬楼梯 来做日常保健 文革合格通过原始典理论考试 小文革合格通过原始典理论考试 感谢观看